当然还有很多配置在这里我也会一一讲解 作为首批创始版车主享受的权益其实还是很多很多的 这一点我要重点要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 比如终身免费无限次数的换电 比如你要换未来的其他车型的时候 可以将在未来ES8创始版这一台车上的所有的权益 沿袭到你下一台未来的车上 当然还有很多未来ES8创始版车主 所赏赦的权益很多很多 具体的其实在未来的官方APP上好像不看 因为未来在进入这几年 充分加了很多换电站 在换电的就是预约换电的时间 在换电的这个技术上面 其实有着很大的一个提示 在我们实际使用这台车的时候 也有我们车主很多的便捷性 尤其像在上海的这种国际化的大公式城市中 如果有更多的这种换电的中间站 那其实对我们实际使用车牙的时候 是提供了很多的电解服 而且记住了是封车免费 是免费而且是不限次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